上河组织成员国领导人星期四发表 牧林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声明 指出上河组织要和平解决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防止任何损害上河组织利益的非法行径 而且要自觉履行上河组织宪章和相关规定 声明认为当今安全威胁和挑战具有全球性 只有构建多极世界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形成合力 才能加以解决 声明指出 所有成员国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一律平等 无论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人口数量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 在本组织内享有制定和采取决策的平等权利 成员国发展长期牧林友好合作关系 在安全经贸能源交通科技信息环保人文 等所有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 要和平解决成员国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 成员国应坚持和平解决可能出现的分歧 不在上和组织机构会议上讨论双边争议问题 上和组织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成员国重申 上和组织奉行不结盟 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 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 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 接纳认同上和组织宪章宗旨 任务和原则的新成员 防止任何损害上和组织利益的非法行径 成员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上和组织宪章 采取措施防止本国境内出现任何违背上述文件原则的活动 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共同致力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毒品 强调实施单边制裁违反国际法原则 并对国际经济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自觉履行上和组织宪章和上和组织框架内 其他文件规定 成员国重申 坚定遵守上和组织宪章和上和组织框架内 其他有效条约和文件 将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机制性磋商 采取协调行动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